木瓜说电影 角度很新颖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非法入境 小森是国外的难民之一 因为战争的亲戚 他们不得不逃亡到法国 在这里小森给异国的女友米娜打了个电话 米娜因为有签证 已经去到英国那里安稳的生活 接电话的是米娜的哥哥大米 大米知道他们的恋情 但他也告诉小森 他的父亲很反对这段恋情 挂断电话 小森决定偷渡到英国去找米娜 但这里和英国相隔一个英吉利海峡 要怎么才能过去 一脸愁容的小森 眺望着港口的邮轮 偶遇了老乡佐燃 谈话中 小森得知 佐燃和其他一伙人也准备偷渡到英国 他们准备藏在货轮里 小森一听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本来都藏得好好的了 但在货轮检测货物的二氧化碳含量时 小森因为不听同伴的叮嘱暴露了 这样一来一大伙人都暴露了 他们被抓走在手上盖上了偷渡的印记 事后小森知道 靠藏在货轮里他是不能偷渡成功的 看着英吉利海峡 小森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算好海峡之间的最短距离 有34千米 他决定要游过去 想法一出 小森开始去游泳 他在游泳馆里遇到了游泳教练西蒙 小森只有交两节游泳课的钱 西蒙和他约好上课的时间就走了 出了游泳馆 小森遇到了佐燃 佐燃闻到小森身上的肥皂味 就问小森哪里洗得澡 因为法国的人们很排斥难民 他们不会为他们提供服务的 小森耐不过西蒙的悬问 就告诉他游泳的事情 然后佐燃就带领一大帮人要去游泳 当然最后被赶走了 西蒙为此也很生气 不过西蒙还是不忍心赶小森 他收留小森到自己家里 还猜到了小森想游过英吉利海峡 他劝小森不要做啥事 小森告诉他自己的故事 西蒙很敢于小森的执着 送给小森他曾经送给妻子的戒指 让他戴着戒指去找女友 两届游泳客上完后 小森不能到游泳馆了 西蒙便送他一套游泳衣 带他到海里练习 小森游过英吉利海峡的念头更强烈了 与此同时有人举报西蒙收留难民 警察过来检查却没有发现小森 西蒙看着少了泳衣的地方 他知道小森去了哪里 小森没能成功 他被带回来了 西蒙也因收留过他受过了惩罚 慢慢的西蒙的生活回归正常 小森依旧执着横穿英吉利海峡 这次他在海里游了几个小时 眼看着就要到了 一艘英国船发现了他 慌乱中小森到处游 最后死在离英国还差800米的地方 西蒙任领了小帅的遗物 孤独的看向大海电影完 其实看完这部电影 最开始觉得少年就是在妄想 但是现在看起来 果然爱情能让人奋不顾身啊 好啦 看了电影就是我的人 点赞加关注 木瓜带你上高速 我们下期再见